教你两种办法快速去除影片的浮水印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HitPod,我是Tony 本期影片又来开始我们的影片编辑教学了 最近有个朋友向我求助要如何去除 像是下载的TikTok等很多影片上面所带的浮水印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除浮水印的工具了 这个影片的两种办法会分别教大家使用PR去水印 以及专业的去水印软体,HitPod去水印软体 下载链接我会放在影片的下方 大家看了也不要忘了给我们点赞订阅支持我们 好的,那我们马上开始 首先第一种我们说说常用的剪辑软体PR如何去除影片的浮水印 首先我们可以使用放大画面的办法将水印给裁出画面 打开效果空间,再缩放功能将影片画面放大到合适的大小 然后移动画面到合适的位置,点击播放 可以看到水印部分就被裁剪掉了,是不是很简单呢 那么第二种我们可以使用PR的插件效果 在插件效果这里选择马赛克或者是高丝模糊都能遮挡住水印 但是我这里使用的是中间值插件 因为这个插件能将水印给模糊掉,融进背景 在左边效果这里添加一层蒙板 将水印给单独遮住 蒙板半径我改成90,同时提高了蒙板语化的效果 最后看看效果 可以看到整体还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要去除的更干净一点 我们就可以借助一些专用的去水印工具 比如这次我要说的方法是 使用Hitport的专业去水印软体 这个软体能同时支援影片和照片的水印移除 我们点击影片下方的链接 就能快速下载并且安装Hitport的去水印软体 点击打开软体,然后导入我们的影片 我们将要去除浮水印的地方 用这个框先框住 右下角我们还能选择不同的去水印模式 如果水印在影片的不同地方 我们还可以添加多个水印 如果是移动的水印 我们也能使用移动水印去除这个功能 然后一键点击去除就行了 我们最后直接看看去除水印的效果吧 可以看到效果还是非常的不错 除了影片去水印 Hitport的Water Remover 其实还能给照片去除水印 或者是其他一些照片中你想要移除的任何元素 非常的简单好用 下载链键我就留在影片的下方 需要的朋友可以去自己点击下载使用哦 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两种去水印的办法 大家不要忘了给我们点赞,订阅,支持我们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吧,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下期再见